雷歐聊世紀 天天入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圍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阿威出身點位 9點鐘方向的Y 選擇到了緬甸人 緬甸人的特色 又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騎兵單位比較特別 有這個曼尼普爾騎兵 對攻兵可以加4點傷害 緬甸人他的攻兵路線比較悲劇的是 沒有攻兵鎧甲 即使出了戰毛兵 也很難反擊對他們的攻兵 或者是馬攻 所以大部分反制攻兵的情況 還是得靠騎兵 加上銀貫技術 緬甸人他的大象 也是大象防護率最高的文明 這個橡轎 可以讓他的防護率高達9點 比游俠還多高了2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出身點位 2點鐘方向的維京人 Viper 他說 For my English 塔優 歐歐歐 喔歐歐歐 他說什麼Repeat 他什麼什麼尊重的 他們還在激烈溝通當中 好看起來滿有趣的 好我們回到 維京人的介紹之後 那維京人的介紹呢 是他的步兵血量特別多 特別多 所以他的劍勇到了地用時代 有84滴的血量 那維技能的強弩 再點上這個狂暴戰士幫 就可以獲得一點的 這個傷害額外加成 所以可以高達11點的傷害 那維技能主要還是靠步兵 跟強弩作為主力 他的騎兵路線沒有品種跟更動技術 但是在城堡時代初期 還是可能要出個幾次 去壓制對方的戰毛兵 或是壓制對方的村民 或是偷家之類的 還是很適合出的 由於他有免費的輪走跟手推車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是非常好的 所以基本上要出什麼就出 雖然會有點劣勢 但是依據戰況去做出轉兵 還是世紀帝國的精髓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這邊地圖上有一塊主金 下面有一塊黃金 黃金的位置都偏靠近 Viper這張地圖感覺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這塊黃金還不錯 主金還可以為死 沒什麼問題 後面的話可以直接圍到底 或是直接往下圍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我覺得Viper應該是不會為死 他打天梯很少在為死的 然後來看一下 YO YO這邊的話 地圖方面的話是主金在前面 哇靠 YO這個地圖比Viper還要爛啊 這個 YO應該會有點難受 那YO這邊是後面有個果子 後面還有個石頭黃金 看起來問題不大 後面的附金還可以啊 那整體來說 主金跟附金 這兩塊金要特別注意 那果子區應該也還能守 可以稍微微一下 或是微出來 都是可以考慮的啊 好 YO這邊決定要來打棒棒了 這邊的打法是點下了封建時代之後 再去按棒棒的一個流程 那這邊是打雙棒棒嗎 三棒棒 三棒棒 轉裝甲步兵 接弓兵的戰術喔 這是緬甸人 的打法 會有的嗎 好像會有 因為緬甸人的步兵呢 你會隨時時代時候 升級一點的傷害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Wild的步兵喔 攻擊力會變成五點喔 跟一隻肉馬傷害一樣喔 好但是 Viper直接拉吹出來 直接硬吃一吹 再拉一吹有機會嗎 有 欸這個是致滴嗎 欸 Viper致滴欸 對對 Viper是致滴村民欸 我們回去看一下 哈哈 哈哈 怎麼會有致滴 看一下是不是致滴喔 欸 是致滴沒錯欸 哈哈哈哈 Viper致滴村民啊 這是什麼畫面啊 我就想說奇怪為什麼沒有出現擊殺 然後他血量還那麼多就倒了 Viper應該是 手抖按到嗎 好這一村又差點拿到 OK 緬甸人的棒棒開局有點猛 好本來是想要打三棒棒 但是前面已經開打了 所以後面的棒棒就不按 直接轉攻兵了 好棒棒現在在下面 跟著村民玩 現在Viper的經濟有點糟糕了 好明明是維京人 但是經濟有點炸開了 好這裡輪走來 看一下這坨工兵 好繼續騷擾 好維京現在種完田 待會就要 開始準備生成寶賽 那這段時間就是按槍兵跟工兵 然後家裡槍兵好再繼續按喔 兩隻槍兵都在前線 OK 補下了第三隻 那Viper這邊是轉肉馬跟毛兵 正常的防守進攻騷擾流程 好這邊封兵繼續騷擾 毛兵出來槍兵要小心 好Viper現在 毛兵數量只有兩隻 要擋住還是不能斷下毛兵的 好應該可以擋得住 來看一下Viper這邊的騷擾 而這裡沒事 毛兵這裡槍兵打倒了一隻 肉馬這裡有機會可以打 看一下這一波 好但是 歪歐反擊速度也很快 好但是這裡沒有槍兵的防守 壓力還是有點大 這邊肉馬高打低打得很開心 但是槍兵三燈來遲 對還是被拿下了一村 MIPER這邊也是平衡的戰局 但是MIPER其實落後兩村的狀態 好這一波又上去硬幻了 哇這個硬幻沒有賺到這一村 肉馬要小心 MIPER這隻單肉馬 被幹掉 哇還被戳死兔 好那看起來 欸 這會用一隻肉馬解決掉了嗎 哇靠 MIPER這一波 這個村民怎麼到前線呢 直接被WIO給射死 這個攻擊手 好 WIPER這邊損失了三村 WIO是損失了兩村喔 但是WIPER還是領先喔 TC閒置喔 只有1秒鐘阿 那WIO這邊是閒置到了24秒 大約一村的這個建造時間喔 哇 這個WIPER 明明前面看起來很爆炸 但是硬打還是打出了戰果喔 WIO現在工兵數量5點多喔 6隻加肉馬 這個是封建時代最強的組合 工兵配肉馬 侵入性極強 來走進來 射一下 喔 再點一下 剩10滴 這是種田吧 對啊 拿去種田 殘血的村民就是要拿去種田阿 不然要幹嘛 還是往裡面種呢 沒木頭 種就種了 好田 這裡取消是因為沒點1隻農田 MIPER這邊重新灑下農田 灑了第二輪 好現在村民被騷擾喔 沒有辦法正常伐木 WIO的工兵現在優勢很大 那緬甸人其實打農兵開局也是ok的喔 這是大家玩緬甸人有時候會忘記的一個誤區喔 都會覺得說他工兵特別爛沒有開甲 所以就不打工兵 但其實呢他的工兵 城堡實在是正常的奴兵喔 雖然沒有二級的工兵開甲 但也無所謂喔 工兵的防護率 本來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只要有射程喔 跟傷害就夠了喔 所以 WIO這邊走工兵路線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他緬甸人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整體來說不太會有這個木頭 忘記點一級木二級木的問題 整體經濟來說 木頭是不會缺的喔 好 那來看一下 VIPER這邊點下了 一級農田 毛兵工兵也在出 VIPER也轉出了雙射箭場給壓力 而願不出工兵的話 這些肉馬就完全打不動 所以要轉一些工兵稍微反制一下 這裡吃果子的村民趕快及時拉走 好 VIPER果然沒有圍死 WIO這邊圍得差不多了 圍得差不多 主經補了一根劍塔 WIO的防守還是很蠻注重的 好 點下了品種 現在VIPER 城堡時代還有一秒鐘 OK 升級了上去 二級射努兵直接往前走 二級伐木 點不下去 還缺個一百木頭 好 要先點彈道雪嗎 還是二級伐木呢 這裡我覺得點二級伐木比較好 21隻伐木工 不去點這個伐木技術有點可惜 好 這邊肉馬跟工兵 這裡本來想留進來 結果這個城的東西 最後還是蓋好了 以上城堡時代 MIPER的村民已經獲得了首推車的經濟加成 經濟來說不會落後 不會領先 但是現在是稍微有一點點落後的喔 WIPER這裡也沒有點二級伐木 但是WIO有 WIO這邊家裡被留進來 這裡有點下一級挖金 WIPER也有點下一級挖金 可以兩邊打工兵的正常流程 都有去注意到這個細節 打這個騎士啊 工兵喔 都記得一定要點個一級挖金喔 不然這個黃金或許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OK 這邊稍微圍一下 射一下沒有彈道學 射不到 WIO這邊村民逃跑速度很快 好 但至少 WIPER已經把這些鐵給控住了 那現在WIPER 現在趕快去入侵進去 但是後面有大量騎士衝了過來 直接手撕工兵 工兵直接被抓著打 沒有辦法 硬點村民 WIO來不及點到 殘血騎士也點不掉了 剩下五隻工兵 點不太掉 WIO的肉馬 這個騎士呢 是有二級馬卡的喔 是根本射不穿的狀態阿 所以只能點村民 但WIPER這邊村民完全沒有點掉 WIO這波守得非常漂亮 好 現在這一波打完之後 WIPER有點陷入烈士狀態了 現在這個情況 WIPER要打贏 是很困難的阿 因為人家有二級馬卡 可能還是要轉個僧侶 配工兵 不然就是要斬重裝長槍兵 但是會顯得很被動 所以WIO這邊 優勢是還比較大一些的 WIO這邊看到僧侶的話 就可以轉清騎兵 清騎兵 待會可以升級一下 騎士繼續騷擾 這個兵工場是 當事也用的嗎 很細節 很細節 在前面當眼睛 這隻村民應該不會死 PC反擊 射掉 OK 再把村民放出來 現在WIO 經濟是 47村打60村 村民差距13村 WIPER的經濟已經領先了 彈刀石 還有一秒鐘 OK 研發完畢 開始可以升得標準了 哇哇哇哇 一直追著射 搞定 但是正面的騎士數量有點龐大 不知道WIPER能不能搞得定 這裡前線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投石車 反制工兵 騎士配投車的戰術 這裡拍一下 那維基人的話 他是沒有救贖思想的 而且他也沒有神聖思想 完全扛不住投石車的傷害 這個森女 也要特別小心對方的工兵 WIPER這邊要反擊的話 最好就是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跟對方對丟了 投車大戰 你丟我丟你 好 WIPER還是點下了 宗教狂樂 喔 這個 吃到了 又要再吃一發了嗎 OK 躲掉 現在 WIO優勢很大很大 很村民術 非常落後 所以這一波WIO一定要進去 打個一波 抓個幾村 沒抓到自己就危險了 所以現在WIO 壓力的 是十斤上的壓力 好 不准拖太久 讓WIPER過太爽了 所以這邊走強攻路線 合情合理 好 投車拍一下 欸 沒拍到 好 剪個一發 5 預判成功 覺得你會V陣 所以我丟旁邊 直接 預判到了WIPER的V陣 V開 好 那接下來 城市中心 這裡不修理嗎 拉個村民過來 超一下如何 好 終於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投石車趕快出 危機人 反制 投石車騎士的戰術 就只能靠投車了 還有這個 槍兵 好 這一波WIPER壓力很大 56對85村 VIPER還是領先 支援領先了2500分 2500的支援 但是軍事上非常的劣勢 壓力很大 這個騎士數量真的有點多 又拍到了一下 VIPER這一波 投車拍一下 沒拍到東西 結果反而被WIO給點掉 這一波 WIO打得非常好 投石車第一時間點掉了聖女 聖女被搞定之後 後面的聖女還在照相 但是沒有神聖指甲 被拍了一下 直接倒了兩隻聖女 哇靠這兩隻聖女 倒得非常快 三升 就這樣子沒了 WIO這一波投車 打得很好很好啊 而且都殘血的喔 只有一台被換掉 還可以喔 好 那現在村差距 三四村 WIO現在開始有點 打回 經濟劣勢了 開始補下了城鎮中心 好 這邊是不是想要偷帝王啊 這邊偷帝王會不會爆炸呢 差兩百斤 賣一個木頭 就可以升帝王時代了 不知道 看看一下 VIPER有沒有這個打算喔 好 危機人 遇到大量的騎士 拖轉重裝長槍兵 其實也是蠻勇的 真的是蠻勇的 趕快補均勻吧 OK 哇 結果投車直接拍掉了最後兩隻生侶 尷尬了 沒有生侶的保護 還打得贏 這一些騎士嗎 好 現在這個騎士這麼大量 VIPER再不斷 重裝長槍兵 真的是沒機會囉 負位技術先點 城堡 不在田裡如何 不在中間位置 但是現在補下來 歪二的騎士也都會衝下來硬幹喔 所以這個城堡也不能直接蓋在他看到的地方 往後蓋如何呢 好 對往後蓋 好 那蓋的位置有點後面就是了 好 VIPER現在很緊張很緊張 那為什麼城堡不能往前蓋阿 這主要是因為VIPER現在的軍力喔 正面一定打不贏騎士阿 但是歪二的視野看起來 並不知道他的工兵後面有沒有東西藏著 也不知道該不該繼續打一波 那其實VIPER這邊在囤地龍時代 有看到 槍兵了 以歪二的視角來看喔 這裡是不能衝的嗎 我不知道欸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想衝欸 看到這些工兵 然後槍兵數量只有一點點 感覺是能衝的 但是為什麼歪二不衝呢 是因為他不想要損失這些騎士 這些騎士要是沒了 待會對接下來的作戰會有點壓力 想說用兇時車模 可能是他現在這邊的想法阿 好 VIPER這邊電龍時代 還有 45秒 這邊有點難扛到 帝王的科技 二級伐木作為發現沒有點 補一下 紅兵可以開始拖點騎士 但是頭死車還在砸 這裡有九隻村民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VIPER升到帝王時代 槍兵數量 現在有四隻 會有看到 VIPER升帝王 左邊補了一個城堡 繼續給壓力 騎士繼續往前推 VIPER的酋長 有要點嗎 酋長科技可以讓 護兵單位對騎士傷害 有外增傷的效果 有外增傷的效果 對 VIPER 這邊點下銀罐 酋長科技 護兵系對騎士 就會很好 這邊想要一直點頭車 但是有村民在修理 直接預判拍了洞中長槍兵 這波硬上 這波上槍兵死了很多 但是騎士也是倒了一大堆 工兵開始往後拉 直接點掉了 YO大量的騎士 YO這邊騎士 可能要被點到剩下不到十隻 OK 這裡剩下五隻 騎士在上方 下面還有九隻 這裡頭死車 進入到了城鎮中心的射程範圍內 被射倒了一台頭死車 這裡可以再點掉一盒 有三級射了 可以秀了 點掉 OK 三級射點掉 漂亮 騎士扛不住了 YOW這時候轉飛鏢騎兵 是正確的嗎 他轉飛鏢是為了要打槍兵 但是其實攻兵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那如果沒有解決攻兵的問題的話 緬甸人就只能繼續走騎兵路線了 大巴都轉個肉馬 然後配劍兵勇士 渡過去也行喔 原來現在繼續走騎士路線 黃金消耗太大 也不知道YOW的經濟能不能撐得住 雖然現在黃金是很多 但是帝王時代還沒有點下 YOW現在有點尷尬 轉什麼兵都感覺不太對 不轉兵也不行 這裡可以圍起來 VIPER這邊騎士直接倦養 這一波蓋寶 可以蓋下去 這裡挖VIPER的附近 VIPER看不下去 趕快拉過來 自行投資機還沒有按 已經按了一台出來 原來不是沒按 是已經按出來了一台 好 那現在 長武點下 化學的部分好像已經點了嗎 好 點了 OK 現在34隻的工兵走進來 YO家裡 該怎麼防守 轉出戰毛兵 緬甸人轉戰毛 基本上就是 不是很好的一個訊號 有點偏涼的感覺 OK 這波直接被工兵 射到家裡 村民 沒有感覺了 卡馬去 走不走 走不走 直接點了 12345678 八村 好 上面這邊有小小的對戰 但是都是少量強奴 種在人家臉上而已 好 這個軍品投資機 能夠拆掉 VIPER這邊在扣農田 慢慢把你的田給射掉 好 射田野鑽 田射一射 每片田都是60木頭 好 這樣射不虧 但是VIPER這邊家裡 好像沒有辦法繼續防守 槍兵數量不這麼多嗎 有點難受 好 飛包騎兵 嘗試擋一下 但是數量有點少 對中狼長長兵有點難解 那VIPER的槍兵呢 也是世紀帝國裡面 血量最多的槍兵文明 66滴血 基本上大槍兵也是60滴血 但是 雖然違建人只有重光長槍兵 但是 多這6滴血 坦度 其實比大槍兵還強 那加上球長科技 基本上也算是給他了一個 大槍兵的升級感覺 所以呢 我覺得違建人的槍兵 還算是 能用的 而且還可以省一個大槍兵的升級科技 600斤 直接省下來 那可以看到球長科技 是要410斤而已 其實還比大槍兵的升級還便宜 雖然肉要貴了一點 好 這邊又找到了機會 開始射穿左邊 這一塊墓區 好 這裡一個口針 正面部分 開始反擊回去 城堡該拆的都拆了 威爾神道地龍時代 鎮毛兵趕快按 但鎮毛兵射擊 三級射化學 都點了 但是問題是 沒有 工兵鎧甲 好 那現在 暫時擋下長弩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問題是 要怎麼去解決後面的轉兵 好 維京人這邊轉呢 劍兵勇士 來了 好 那維京人的劍兵勇士 後期是84滴血 但是不是遊戲裡面 血量最多的文明喔 最多的話是雅美尼亞人 看起來 維京人這邊轉劍勇 還是可以給到一定的壓力 好 這波強奴 堅設村民 一打高 傷害有點不太夠 好 好 搶兵趕快射後面的工兵 這裡還在點村民 維京人村民書 會點到四下106村 VIPER 現在點一下了 常見兵的升級 好 軟甲 二防一攻 點完了 那待會 抗遠程的傷害 就會安心一些 這波應該會稍微歸一下 並不會太繼續深入 生女走出來小撿 結果被YO制裁 好 強奴回家了 這波強奴結果沒有送掉 YO這邊點下了鐵鎧甲 環境馬鎧點了 猛兵回到了家裡 雙手劍兵也點下 再猛兵暫時給強奴有一些壓力在 好 雙手劍兵升級好了 喔這邊戰毛兵高打低傷害很不錯 但是戰毛兵躺不太住強奴的傷害 強奴這邊要不要再點一個狂戰士幫呢 欸怕血沒有點嗎 啊沒有點啊 想說他的傷怎麼可以吃6加3呢 好 看來剛剛是真的沒看錯 是看他點了三級射 好狂暴戰士幫點下 化學呢 化學 還有羚羊 但是現在遇到這些戰毛兵 搶兌換也不是那麼的划算 雖然打得贏 但是就是不是那麼的賺 因為自己也會被打到頭破血流 但是扛不住扛不住 哇戰毛兵 直接被射爆 好左邊巨頭夾起來 來了 劍兵勇士開始登場 三級的步兵甲 可能要優先點一下會比較好 好這一波點完 MIPER的強奴 只差了一個化學 但是正面劍兵勇士出來 YO很難受 YO看到這個景下應該傻了 完蛋了這裡只能用騎士 不然就是 要轉大象了 緬甸的橡膠 這個坐在應該是很OK的 遠防久 正面突襲能力也很強 有沒有考慮轉大象呢 前幾天 MBL使用了橡膠 直接輾過了WIPER 這把YO選擇的是重裝騎士 正面硬扛 好 WIPER點下了酋長科技了 當雙手劍兵勇士 對騎士也會有額外增上效果了 這就是微精人的步兵最強大的地方 直接砍穿 好現在 5台巨頭 喔 手撕城堡 要搞定了 好 後面的 強奴 開射 射不掉射不掉 但沒關係 重點是前線 前線這個騎士直接上去硬貼 強奴 直接被重裝騎士 給打穿 數量已經不到0隻 連0隻都沒有 好 但是劍兵勇士很耐 哇 這個很耐扛 哇 打騎士3很高 球長科技 有點猛 好 三攻補下 劍兵勇士 84滴血 非常的 耐打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活著才有輸出 微精人把這一點 體現得很好 YO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VIPER拿下比賽勝利 哇 VIPER真的是 維京人的後代啊 維京人的後代 看他玩維京人 好像跟自己玩維京人的感覺不太一樣啊 只是說 VIPER 對於玩這種經濟型的文明 還是有他的一套的方法 好了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